好 今天的贼金解析时间 我们持续邀请到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讲师王有明 王师 其实呢 在这个美股稍早开盘 今天本来一开盘的时候 大家还有点开心 是开高的 没有想到马上就回跌了 今天美股的看盘重点 刚刚把时间交给你 好 今天情况很特殊 今天这个美元指数跌 然后呢 债券也跌 那股市呢 也跌 连原物料呢 也跌 今天什么都跌 那钱跑哪里去了 钱大概都先藏起来了 因为今天国际指数确实看不到热钱的踪影 那我们先从美元谈起 美元今天从上个星期 这个鲍尔谈话之后 市场一直都是 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拱美元去的 那所以当然也就让欧元 这个美股上个星期承受极大的压力 但是呢 理论上今天呢 美元稍微比较温和下跌之后呢 我们今天看到欧元算是整个反弹回来了 今天来重新站回1比1以上的水准 但是呢 英镑呢持续的重挫 所以就表示啊 非美货币也没有热钱去判跑 去触摸 去炒汇 那但是呢 那再次呢 再次呢 也没有资金进去 包含欧元的债件 欧元债跟美国债 今天也都是有一个 差不多0.2个百分点的跌幅 所以啊 我们来看看到底啊 资金跑来去了 其实我相信啊 目前资金呢 都还在观望当中啊 那暂时呢 也不晓得要进注美元还是债券 所以连股市呢 也都先把资金测出来 今天美股啊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还不错啊 已经开红盘啊 这个大概涨了一百多点 就没想到盘中啊 一路大跌啊 从厂中最多的时候跌到两个百分点啊 那大概最多跌到两个百分点左右 那这个S&P啊 也杀到3968附近了 现在才又弹回来 所以整体而言呢 这个目前的股市啊 可以说是轨迹多变啊 那没有一个商品啊 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走势啊 那这个原物料今天也是重部的大跌啊 这个包含青原油今天跌了五个百分点啊 黄豆小麦今天也大概跌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啊 就是目前市场上啊 大家对于啊 连准会打物价这件事情啊 已经是比较认真的慎重去看待 再加上啊 这个啊 俄罗斯对于小麦以及天然气啊 稍微点放手啊 也让也让价格持续的下修 所以啊 整体而言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利空啊 出尽啊 对于这种啊 因为热钱的效应 所产生的影响啊 那目前看从物链 物价下跌来看啊 其实我觉得啊 未来的股市应该 会从这个地方指稳啊 这是我们对现在对美股的分析 以上提供给投资者做参考 好 另外我们持续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台股啊 台股今天开盘一度翻黑 后续呢 加权指数逐渐的放大 重返了15000点的关卡 盘中最高是来到了15000 27点 盘面上头是由光电族群主要领涨 而电动车跟苹果概念股也是表现的相当亮眼 加权指数尾盘呢 在于卖压 所以涨幅稍微的收敛 只少涨了27点 只不过这15000点呢 是得而复失 老师台股这一波的整理呢 大概还会持续多久的时间 其实看今天的美股啊 大概就心里有数啊 就算明天开高还是有可能走低啊 因为目前跟台股比较有联动的相关 比较大型的这些厂商啊 像是苹果啦 微软啦 甚至像NVIDIA跟AMD 这几档科技类股啊 目前跌幅都算比较重啊 特别是NVIDIA跟AMD这两个晶片厂商啊 目前跌幅在两个百分之上下啊 所以对明天台股而言 也有可能啊 还会有持续大的卖压 因为目前台股的电子盘 已经是比较走弱的情况啊 那今天其实台股很可惜的地方就是 这个台积电啊 卖压比较大啊 要不然其实各类股表现都不差 纵观全局啊 今天就是台积电稍微弱一点啊 那金融类股因为今年这个金控厂 今年的金控啊 整体而言亏损大概8000多亿 也超过啊 尽管会本原本的预期 所以这个财报一公告 就各路人嘛 吓到先把自己金控的类股先砍为妙啊 所以今天金控整体算弱的 那航运目前也是迷航当中 航运股啊 现在因为订单比较没有办法接续啊 那加上这个军演也还是存在啊 所以对于航运类股而言 目前也是表现得比较差一些啊 今年已经有船公司啊 把全新的新船啊 整个大家去拆掉啊 为了变险啊 所以感觉上目前船 船运公司的这个未来订单啊 可能会第四第三季第四季啊 可能会稍微比一一二季还要再弱一些 好那我想目前航运类股 也是持续在走跌当中 那其实啊 我们刚刚提到各种族群啊 其实今天都表现不错 像这个面板的2409的尤达 三四八一的群创 这种大型的面板厂商 今天都还可以有 三个百分之一到四个百分之一的涨幅 其实是相当的不错 那通信族群啊 更是几乎全类打 像2419的重企 还有3047的逊州 涨幅都是五个百分之一以上啊 所以整体而言 台股今天表现不差啊 就是圈子股稍微弱一点点 那各股方面 我们最过去 常跟投资者提醒 像8996的高丽 今天乱军当中亮灯涨停啊 再创历史新高 还有1513中兴电 也是一样啊 再创历史新高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选股上头啊 提供投资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那所以整体而言呢 我们认为目前的电机厂商啊 还是算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那另外的一些电子零组件啊 也都不弱 只是不好选而已啊 那我想我们的个股啊 也值得投资者去观察 那以上分析 提供投资者做参考 参考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